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先保存自己挖个洞 先把自己买下来 等战争结束之后 我再爬出来 其实我觉得弃笔从容 专业有屁用 直接去打仗 搞死他 我是机械专业的 我想发行战争的话 应该是最需要的就是我们专业 坦克 飞机 大炮子弹应该都是需要我们专业来制造 我是教育教育专业的 我觉得发生战争的话 我还是会比较关注孩子的问题吧 我是市场与教专业 我会给敌方那些长得又帅又有钱的人洗脑 然后他不仅身体是我的 然后他的钱也是我的 我是学外语的 然后一旦发生战争的话 我可以去做一个假的汉奸 其实就是间谍啦 然后我想深入敌方的女方阵营之中 去那边窃取他们的情报 为何是女方阵营的英国长得帅 我是那个中文系的 我就会跟他们讲一下那些中国的道理啊 历史什么的 讲一些中国他们的那些传统文化什么 如果他们真的不听我的话就把我打死算了 我是学英勇日语的 我就是 他就想聊美 用我学的知识去聊日本语的 然后给兄弟们爽爽 韩国和中国发生战争的话 我可以去到韩国倡导和平 呼唤社会爱心 我喜欢吃 可以去日本把他们吃穷 我是临床医学专业的 给我一把手术刀 我将给你一个无灭的帝国 我是说话专业的 我们可以制造好多类型采取他们 或者是克隆好多漂亮妹子 让他们丧失战斗力 我是材料化学专业的 我可以制炸药 TNT 专业是叫三消息甲本 其次呢 我还可以造一些甲药 推荐人家的什么生殖系统啦 我的专业是应用化学 搞一些春药的什么给敌方卖过去 对不对 能捞遇一笔钱 还能迷惑对方 我是学变脑的 我能为我们国家制造舆论 然后让各种的国际社会支持我们 然后帮助我们 可以冲进CCTV来去谴责战争的人 自己曾经想过要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会上前线去报道吧 我是摄影专业的 我应该会记录那些情侣死活的惨状 然后双十一的时候发到网上 我专业跑啊 跑得快我们体育系的 我是外联的 我专业是吹牛逼啊 我会对着我的敌人 吹牛逼 把他们吹上天 然后接下来再说一次 我是游戏专业的嘛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战争变成一场游戏 然后我们来模拟一下游戏场景 就像来一场真人的话 敌人还有三十秒进入战场 我是个美少女太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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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死我了 爱人太习 爱不停 都爱我爸我爸 不可能的话就站着 你清晰住 我是美少女战士 你能站下来你的专业是吗 广播电视频道 如果站下来了 你觉得我站在里面是哪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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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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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去死了 你平时有没有什么其他人心去爱好 嗯 死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没有想过用你的心去爱好 为国家做些什么 躺着死 站着死 站着死 死 站着死就没死 ek手 好 不客气 不能乱 快乐